赵无极 15.02.2001 2001年作 运用黑色的村法 表现如广阔无垠的大地 如丰饶而美好的原野 从早期巨像的田径优雅 到中期的激昂清月 此时期的作品则显得高妙 舒缓 广阔无边 朱德群《深渊中的希望》 1993年作 运用中国书法中的气韵生动 引入水墨中的渲染 飞白等表现性元素 展现出空间凝聚的力量 画面中光线所引出的形式 色彩的沉思默想 与宇宙浑然成为一体 上方的光芒如灵魂之光绽放 给人希望 藤田四至 双猫图约1918年作 是最早以猫为主题的金箔画作 猫是藤田喜好的一大主题 猫与女人之间有着令它着迷的相似点 以日本古代常用的金箔作画 日式山水画法描绘背景 以极细的工笔线条描绘猫毛 活灵活线 药染纸上 结合了东方的墨韵 与西方的水粉创作特色 猪圆纸水手肖像 1927年作 为共色主义时期的作品 有类立体派的分割造型 在色彩的使用上 彩高彩度互补 或跳跃性的对比用色 描绘出水手认真工作的脸庞 传递出人物心情的氛围 凌峰棉 莲花图 约1977到1979年作 盛开的莲花 以宁静之姿要为主角 莲花画伴重复的造型 都是出自巧妙安排 呈现了凌峰棉 以光和色彩并重的画风 草菅迷生 柠檬茶 1982年作 草菅迷生的作品 都是一种点 线 或是色彩层次的自由组合 透过不断增生的原点 和层层交错的网络 铺展出无限延伸的小宇宙 艺术家以高超细腻的笔触 经典黄 黑 配色 生动描绘字意绽放 夏日清凉感的柠檬茶 贝尔纳必废 《静物与秋牡丹》 1979年作 日本秋牡丹于17世纪传入欧洲 必非以西方美材油画 描绘来自日本的秋牡丹 代表对于日本文化的喜爱 画面中央对碑 虽然是静态的题材 却流露着不安分的律动感 红色秋牡丹与前方黄色糖冠 两者搭配鲜明互相映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